这个14岁美少女名叫星野露比 她有两个无法对朋友诉说的秘密 一是她的亲生母亲是被狂热粉丝杀害的传奇偶像爱 二是她拥有前世记忆 露比上辈子是个身患绝症的女孩 从出生起变身体虚弱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 生活中仅有的乐趣就是作为偶像宅活动 游戏对爱特别着迷 即使是死亡前一刻 脑中还回响着爱的歌声 而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转生成了爱的孩子 对于露比来说 与爱相处的那几年是她最为珍贵的回忆 她也想像妈妈一样成为偶像 因此参与了某个大型偶像团体的招募 招募会报名总数共有136114人 要求14至20岁女性 作为海选的书面审查 只有1288人通过 合格率约0.94% 露比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自我介绍是这样写的 我最喜欢偶像了 偶像是像花朵一样 美丽又可爱 并且能让大家心动不已的 最棒的存在 一直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 我也想某一天成为能给予他人勇气的 那种又帅又可爱的超棒偶像 通过初选后 露比又迎来了第二关 面试 虽然面试合格率只有7.9%左右 但露比却对自己很有信心 毕竟她为这次招募会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要不是年龄限制 两年前她就去报名了 除了露比自己以外 班上的同学也对她很有信心 同学们都觉得 露比长得又可爱又擅长跳舞 这些优点足以弥补唱歌水平的不足 露比却不承认自己唱歌不行 坚信可以成为妈妈爱一样的全能偶像 就在她打鸡血的时候 一本不太厚的书砸在了她的头上 虽然要谈梦想也不是不可以 但高中入学考试已经近在眼前了哦 用书拍露比脑袋的是她的双胞胎哥哥阿库亚 对于阿库亚的提醒 露比完全是一副嘻嘻哈哈的态度 说自己是马上就要成为人气偶像的人 有演艺学课的高中重视的是面试 学习成绩只是作为参考而已 所以成为偶像就意味着既不用努力学习 又能实现梦想 简直是一石二鸟 听闻此言的阿库亚则继续苦口婆心地教育起了妹妹 先吐槽了一番 露比用介绍生活小妙招的态度 豪赌人生大事的行为 随后十分现实地告诉她 不要对偶像行业抱有幻想 这行不仅工资微薄 还只能干到三十岁 连日常生活都会被粉丝监视 毕业后在业界的存活率极低 因此大多数人都是在三十岁后选择转行 这种付出回报 严重不成正比的倒霉工作真的不多见 所以那又怎么样 人生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光是注重付出回报比例什么的 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一事无成就结束的人生可是存在的 我才不想变成那样 想起前世的露比激动地反驳着阿库亚 阿库亚也不再和妹妹争辩 留下句随便你之后前往导演工作室 在露比看来 阿库亚自母亲死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整天都挂着一副阴沉的表情 几乎没有开心的时候 成了导演的徒弟后 似乎每天都很忙 但也不向别人透露自己具体在做什么 当然 因为爱的死而发生改变的不止阿库亚 还有梅普肉事务所的所有人 从那之后 社长斋藤医护便与他人断绝了联系 由妻子斋藤精子接管事务所 毕小婷也在两年后宣布解散 现在的梅普肉已经没有偶像部门了 通过将业务拓展到网络艺人营销上 才得以继续维持运营 今天的露比突然向精子提议再搞个偶像团体 结果立刻遭到拒绝 精子坦言 露比想得太简单了 自己不是不想做 而是做不到 爱展现给大家的梦并不是那么容易忘怀的 自己在这行干得越久 就越能体会到那是无法复刻的奇迹 那次就像是运气好中了大奖一样 我们必须这么想才行 现实不会一直那样一帆风顺 而且 精子欲言又止的停顿了一下 而后插开话题询问露比面试结果是不是要出来了 露比的手机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响起 但传来的却是落选的消息 挂掉电话的露比眼中浅满泪珠 精子则从身后抱住了她 现实就是这样的 业界也有种种政治因素 以为攜带自己实力得到正确评价是没用的 不是所有人都像爱一样顺利 精子温柔地安抚着露比 而此时露比的哥哥阿枯亚则在对导演表示感谢 感谢他刚刚假装招募人员给露比打电话 事实上 阿枯亚早就用露比手机给招募负责人发了退赛短信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偷偷将负责人手机拉黑 以确保露比无法收到任何他们的消息 对于阿枯亚摧毁妹妹梦想的行为 导演表示无法理解 还说露比长得很漂亮 说不定能在这条路上获得成功 非要我说得那么清楚吗 我不会让露比成为偶像 也不会让他闯导爱的覆辙 绝对不会 阿枯亚的表情十分恐怖 导演也只好无奈地吐槽她是死没空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 就由我一个人来完成那件事 阿枯亚为何精心打扮一番上街搭讪女孩子 又为何被精子评价为性质恶劣 事情要从露比开始说起 在阿枯亚的偷偷干涉下 露比没能入选偶像招募 但在街上遇见了搭讪的星探 邀请他加入地下偶像团体 拿到星探名片的露比 兴奋地将此事告诉阿枯亚和精子 还说这就是命运 既然妈妈爱 也是在大街上被星探发现的 那一定是冥冥之中有妈妈的指引 而精子和阿枯亚则对此颇为紧张 二人不约而同地询问露比 这个星探是不是真的偶像星探 别是什么奇怪的工作 露比则立刻掏出手机 给他们看这一团体在油管上的表演 但就算确认了露比遇到的是真星探 阿枯亚和精子也还是放心不下 追问露比有没有仔细看过合同 并被告知 星探要先带露比去看看该团体的现场表演 然后才会正式签合同 见露比对成为地下偶像如此期待 阿枯亚不禁头疼了起来 他告诉精子 自己一定要赶紧想办法让露比放弃 但精子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你又在说这种话了 毕竟有爱的事情在先 你不想让心爱的妹妹重蹈覆辙 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 说实话我也一样 当初如果那样做就好了 现在的我一定会这样做 这种想法我时不时还会冒出来 露比也是我当亲生女儿养大的 那样的心情我可绝不想再体验一次了 但既然露比心意已决 那我们就算想拦也拦不住吧 露比的脸越来越相爱了 她确实有那种自知 所以不管怎么样 她最后都会走上这条路吧 或许让她放手去做也不坏呢 而且话说回来 你自己不也一样总往导演那儿跑 从我的立场上来看 和露比根本没区别好吧 精子苦口婆心地与阿窥亚商议 阿窥亚也认真思考了一番 并表示无论这件事是好是坏 自己都嫌要做点什么 再之后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精心打扮一番的阿窥亚 自称梅婆肉星探 有预谋地大善了名叫拉拉将的再职偶像 她正立属于露比打算签约的团体 听说毕小挺的事务所对自己有兴趣 拉拉将喜出往外 还说自己的妈妈就是粉丝 这让阿窥亚内心五味沉杂 随阿窥亚来到事务所后 拉拉将半开玩笑地表示 这么年轻的星探 让她以为是什么性质恶劣的劝诱 屋内的精子则暗暗对性质恶劣这个词深表认同 显然阿窥亚打算以这种方式调查发掘露比的团体 她以明媚温柔的假笑看向拉拉将 称梅婆肉会开出更好的条件 顺势询问起了当前事务所的待遇 拉拉将也全都如实相告 还在阿窥亚的追问下抱怨起了现在的团体 现在的运营再强推一个女孩子 那真是偏心的不行 怎么说呢 好像那个女孩子在和运营交往来着 明明她唱跳都没有特别突出 长相也没漂亮到有多特别的地步 但还是通过发展男友粉的方式 把其他成员的墙角 明明我在认真影业 但就是因为运营太不像样了 所以才活不起来 成员之间的氛围糟糕透了 已经有好几个人想要退出了 我还听说运营再到处挖新人 如果能一击到没pro的话 那我肯定答应 就这样 阿窥亚的调查结束了 拉拉将走后 十分熟悉行业的精词补充说 地下偶像运营人虽然也有比较出色的 但大多数都是兴趣使然 没什么专业度可言 拉拉将说的话有几成可信也不好说 毕竟成员间彼此嫉妒 出于对运营环境不满 而易造流言的例子比比皆是 当年毕小婷也被人说过特别偏袒爱 唉 管理年轻女孩子组成的团体 本来就是件苦差事 以至于我光回忆起来都会感到胃痛 精子无奈地说着 阿窥亚则表示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路比 加入这种流言四起的团体 就算路比真去当偶像 也不能把他交给无法信任的运营 还说阻止路比的方法要多少有多少 比如顾侦探和网络水军 直接冲着他们事务所原地爆炸 随后又询问精子 要不要真熟了拉拉将 精子的回答则是 梅婆肉早就不做偶像业务了 就算是做 也不会雇佣背后说同伴坏话的家伙 终于 路比的签约日子到了 精心打扮一番的路比 远气满满地出现在了精子和阿窥亚面前 被精子称赞很可爱后 立刻得意了起来 阿窥亚也在心里深表认同 临行前 精子严肃地询问起了路比的决心 强调偶像很辛苦 说不定根本无法走红 只是白白增加悲惨回忆 而且报酬也很微薄 私生活还必须时刻注意他人视线 受到跟踪狂之类的骚扰 更是司空见惯 路比则立刻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 绝对要成为妈妈一样的偶像 并再三强调他是认真的 既然如此的话 你还是放弃加入那个团体吧 精子平静地说着 并在路比满眼泪珠地询问 为什么的时候 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如果是认真的话 那就进我们事务所吧 我们MAPRO将在时隔十多年后 再次成立新的偶像团体 这里是阳东高中 全日本寥寥几座 设有演艺科的初高中一贯之学校 当然 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报考演艺科 考生必须提供自己 从属于艺能事务所的证明文件 路比便是以MAPRO艺人身份报考 没错 路比最终还是签了自己家的事务所 当时精子还专门提醒他 如果有什么闪失 当心被自己起诉 路比则笑嘻嘻地表示 那可真是太恐怖了 于是精子又开始照顾起了 阿奎亚的情绪 这是为了让他入学演艺科的必要手续 可别生气哦 阿奎亚 我又没有反对 就这样 路比高举合同 庆祝自己向偶像梦想踏出第一步 阿奎亚则如往常一样 跑去吴返田导演工作室干活 虽然这地方被导演称为工作室 但实际就是他妈的住宅 阿奎亚每次按下门铃 开门的几乎都是导演的妈妈 每次的对话也都差不多 欢迎来到我们家 阿奎亚君 导演起来了吗 还在睡呢 不过没事 尽管去把他吵起来 比起这个 今晚要在家里吃饭吗 阿奎亚君 不了 不劳您费心了 就这样 阿奎亚来到了导演从小住到大的房间 并开始进行今日份的剪辑工作 由于阿奎亚现在还是初中生 没有到打工年龄 无法再片场积累经验的缘故 只能让导演给自己一些电影制作方面的工作 形式上来说 差不多就是导演的徒弟 二人工作的时候 也会聊一些生活上的事 比如这次陆比签约梅普肉 原来如此 你妹妹最终还是踏上偶像制度了呗 作为哥哥 你觉得这样好吗 总比让他随便进了某个底细不明的团体好吧 由自家运营至少不会乱来 兄妹并肩走上演艺道路了吗 并没有并肩 现在我的目标是成为幕后工作人员 你本来不是打算当演员的吗 而且你不也报了同一所有演艺科的高中了吗 准备考演艺科的只有陆比 我报的是一般科 唉 你一开始说要当我徒弟的时候 可是一副立志要当演员的表情啊 当年的锐气还是被磨没了呀 导演颇为惋惜地说着 阿库亚则又想起了自己的复仇 对他来说 成为演员只不过是手段罢了 他要做的是将身处演艺圈的亲生父亲找出来 让这家伙也常常爱遭受过的痛苦 因此自己必须打入演艺圈内部 收集可疑人士的DNA与自己进行对比 这就需要一个能够直接接触圈内人的身份 成为演员不过是众多合适的身份之一 不当演员的话 从事幕后工作其实也一样 阿库亚告诉导演 这么多年的龙套客串经验 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并没有表演才能 不像爱一样身上有着某种特别的东西 因此就算向着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努力也没用 如果坚持走这条路的话 恐怕就会变成突然挥洒汗水 但注定无法走红的演员之一 结果这番现实而理智的发言 惹得人到中年依旧没有放弃梦想的导演十分不爽 并立刻开启了自动防御机制 哈 要是连小鬼都没有梦想 那还有谁去追逐梦想 就算是成为大学生 放弃梦想也还是太早了吧 你听好了 这是二十年以来 一直追逐梦想的中年男人给你的建议 我只会说一次 你要好好听着 无论是谁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 你不去买彩票就不 就在导演慷慨陈词教育后辈的时候 导演妈妈突然破门而入 随她快点吃饭 被打断的导演 向妈妈强调自己正说到关键地方 不要跑来横插一杠 妈妈则表示 少说这些有的没的 再不下来 味噌汤都要凉了 并开始抱怨 导演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 气得导演只好先把他赶出去 却又被阿奎亚吐槽 四十好几的人 也差不多该离开父母了 听了这话的导演 仿佛又触发了自动防御机制 迅速强调 自己家就在市中心 房子也算宽敞 搬出去 半点好处都没有 还说像他这种情况 在创作者中十分常见 结果被阿奎亚吐槽 就是因为这样 连婚都没法结 总而言之 不去买彩票 就不会中大奖 所以再相信一下 自己的才能吧 导演勉强说完了 刚刚被打断的话 阿奎亚却觉得 这番话出自儿童房大叔之口 毫无说服力 并继续强调 自己没有演艺方面的才能 我也有过 相信自己和爱一样 有才能的时期 但还是没办法和爱一样 哎哎哎哎哎 他烦死了 你是在唱过时情歌吗 爱确实很厉害 说不定他真是那种 特别有才能的人 但你又不可能变成他 爱也不可能成为你 难道爱和你一样 拥有在我这积累了十年的摄影知识吗 还是说爱像你一样头脑灵光 别因为区区一两次挫折就动摇了呀 这种话等你把能用的武器 全部用上以后再说吧 要摆出一脸 自己只是个烦人的样子 你还早了十年呢 你还是想当演员吧 都写脸上了 导演摸着阿窥亚的头持续嘴顿 阿窥亚也想起了爱说他能当演员的遗言 就在阿窥亚打算对导演说些什么的时候 导演妈妈再次破门而入 阿窥亚君也留下来吃饭吧 我先把饭给你盛上哦 刚才早说都快要对我倾诉心声了 你别这个时候闯进来啊 我哪知道这么多 最终 阿窥亚报考的还是杨东高中一般科 并在面试阶段反复刷新老师们的认知 首先是名字 星野爱酒爱海实在过于响亮 其次是成绩 作为前世能考上东京国立一科大的人 阿窥亚以70的偏差值 报考这所偏差值40的学校 这令所有老师都十分诧异 对此 阿窥亚的解释是很欣赏学校的校风 这令老师们陷入了更深的迷惑中 他们实在不清楚 到底是啥校风如此吸引人 就这样 阿窥亚和露比都顺利完成了面试 兄妹俩在走廊上吐槽起了阿窥亚 唯一会影响录取的问题 星野爱酒爱海这个奇葩名字 此时 一个戴帽子的女生路过 听到阿窥亚的名字后 竟突然停住了脚步 转身来到了她的面前 星野阿窥亚 阿窥亚 阿窥亚 你真是星野阿窥亚 见面前女生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 阿窥亚一脸诧异 一旁的露比则立刻认出了她的身份 使小苏打就会哭得天才同心 随后立刻被纠正 是十秒就能哭出来的天才同心 是跟你一起出演过电影的尤玛珈奈啊 尤玛珈奈激动地介绍着自己 阿窥亚则礼貌地对她打了招呼 还询问珈奈是不是演艺科的学生 珈奈则松了口气般 开心地和阿窥亚聊了起来 总算见到你了 你会来吧 来我们这儿的演艺科 会吧会吧 珈奈满眼期待地看着阿窥亚 得知阿窥亚报的是一般科后 瞬间画风扭曲 报考了阳东高中的阿窥亚 在校内与尤玛珈奈重逢 得知阿窥亚报了一般科的珈奈 瞬间画风扭曲 不解的询问这是为啥 阿窥亚也如实相告 说是因为担心演艺科的妹妹 露比更是立刻补充说 我家老哥超级没空 结果被珈奈评价为恶心 说起来 我以前就不怎么喜欢这个人 要是考上了的话 就成了她的后辈了 露比完全不压低音量的悄悄话 全都传入了珈奈耳中 而后更是一脸勉强地对珈奈说 让我们以后好好相处 称呼还是罗利学姐 这让珈奈更为不爽 大喊当心我背后搞你 但这句话显然没什么威慑力 或者说完全被兄妹俩无视了 阿窥亚告诉露比 自己要去导演家转一圈 随后转身离去 珈奈立刻追了上来 给我等一下 听人说话呀 到底要去哪儿啊 导演是哪个导演啊 你现在住哪儿啊 你哪个初中出来了呀 珈奈边追边查户口 结果被阿窥亚吐槽像个女混混 即使如此 珈奈也没有放弃 芝燕自己会追到 阿窥亚回答所有问题为止 并继续询问她 还有没有再当演员 得知没有后满脸失望 嗯 这样啊 就是这么回事 告辞 喂 我们稍微说说话嘛 要不 咱们接下来去KTV 才不去 嗯 那就去我家 你这缩短距离的速度 也太吓人了吧 这不是没办法的嘛 我姑且也算是个艺人 随便找个咖啡厅闲聊 当然是不行的 这个时间有私人包厢的店 也还没开门 嗯 这样啊 那不如就 就这样 阿窥亚把珈奈带到了导演家 珈奈则在进门后 立刻遭到暴击 因为导演看到她后 第一句话是 好久没见了 你都长这么大只了呀 再对导演强调 自己这几年 虽然没有同兴时期工作多 但依然在当演员后 珈奈又将话题 扯回了阿窥亚身上 阿窥亚 既然你已经不当演员了 那为啥还要往导演这儿跑呢 真的不是让导演指导演技吗 嗯 演技那一套 姑且倒是学下来了 不过我现在在以幕后为目标 算是在做导演的助手 这样啊 不过我还是好高兴 你能留在业界真好 就这样 珈奈终于如愿以偿的和阿窥亚聊起了近况 并自然而然的被导演妈妈留下吃饭 还在饭桌上吐槽导演四十好几 居然还在家当寄生虫 导演也一如既往的处罚了防御机制 怒指珈奈和小时候一样 对大人没有丝毫敬意 这样很好啊 像我的父母都待在乡下老家 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 三餐都要靠外卖 珈奈有些羡慕地说着 导演也感慨 三餐都吃外卖应该很费钱 结果立刻被珈奈告知 她同行时候赚了好多钱 有一大笔花不完的存款 并再次将话题引到了阿窥亚身上 珈奈找导演要阿窥亚这几年 出演电影的录像 但遭到了阿窥亚的坚决反对 说那都是让误以为有才能的自己 认清现实的作品 是一时鬼民心窍的黑历史 导演也告诉珈奈 如果真想看阿窥亚的演技 那只能让她现场来演 结果珈奈真的立刻提出片约 得意地表示 恰好有一部她担任女主的作品 需要一名男演员 可以帮阿窥亚跟上头说说 但立刻遭到了阿窥亚的拒绝 与秒剧的阿窥亚不同 导演对这个作品还算有点好奇 于是珈奈便介绍了起来 这是一部慢改剧 原作是名叫 今天就稍微甜一点的少女漫画 阿窥亚说这部漫画算是超级名作 不过自己依然没兴趣参演 因为她已经不从事表演方面的工作了 而珈奈显然没打算放弃 来嘛 要是我去推荐你的话 搞不好一下子就敲定了哦 担任制作人的迪木圣野先生 可是很宠我的 其他参演的人也几乎都是跟我们同龄的 而且和我演对手戏的男孩子 脸长得好像女孩子一样 很可爱的哦 就在珈奈得意的介绍着剧组人员之时 阿窥亚突然改变了主意 说自己要参演 麻烦珈奈帮忙联系制作人 倍感迷惑的珈奈回想了一下阿窥亚决定参演时自己说的话 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阿窥亚对长得像女孩子一样的男生有兴趣 当然 珈奈并没有向阿窥亚确认自己的猜测 只是表示自己很期待她的演技 并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这个片场多少有点问题 事实上 阿窥亚真正感兴趣的是迪木圣野这个名字 爱留下的手机共有三部 前两部分别是工作用和私人用 这两部手机里留下的只有事务所相关人员的通讯记录 尽管爱看上去处置大业 但其实比阿窥亚想象的更加小心谨慎 从手机记录上就能看出她在认真的保守秘密 问题在于剩下的另一部手机 这是爱怀孕之前所使用的手机 阿窥亚花了好多时间才配到能够使用的电池 并从00001开始尝试破译密码 到了第45510次才终于成功 总共花费了四年的时间 这部手机中留存着十几位演艺圈相关人士的短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迪木圣野正是其中之一 而此时的迪木圣野正在浏览阿窥亚的简历 童星出身的男孩子 脸倒是蛮端正的 既然演技棒棒的迦奈这么推荐 那就把她喊过来吧 也没差吧 反正不管选谁都无所谓 阿窥亚要参演电视剧的消息 由精子传到了露比尔中 得知此事的露比先是一脸惊讶 而后想起妈妈曾说过 阿窥亚可能会成为演员 并判定这就是阿窥亚参演电视剧的动机 但阿窥亚却在心里表示并不是这么回事 自己不过是为了与迪木接触罢了 只要这次参演能收集到她的DNA 便达成了目的 还洗脑般反复对自己强调 这次参演既不是为了实现爱的愿望 也并非对演员职业的憧憬 这类高尚的念头一丝一毫都没有 而此时的精子和露比 则开始讨论起了阿窥亚所参演的电视剧《金田》 露比说阿窥亚的房间就摆着原作漫画 自己看过 是部非常出色的作品 听了这话的阿窥亚立刻警告妹妹 不要擅自跑到自己房间拿东西 精子则说起了电视剧的情况 这部剧由最近才成立的网络电视台制作 一共六集 其中三集已经播出 主演人员有很多都是新人 算是一部小众作品 而阿窥亚所扮演的 则是最终化才出场的反派 听说老哥演反派的露比直呼合适 因为阿窥亚本来就长着一张坏人脸 随后与精子一起期待不已的开电脑看剧 并立刻发现了加奈 此时 剧中加奈扮演的女主角正在说自己讨厌人类 因为每个人都会只考虑自己 起演技算是中规中矩 没什么亮点也不会让人出戏 但接下来登场的角色们就完全可以说是全魔乱舞了 一个小鲜肉角色以极其复夸的方式朗诵台词 但这种程度与接下来的一幕相比完全就是小意思 因为下面的情节是这样的 看完这段后 精子合上了电脑 露比的脸上则已经挂满了问号 今天是这样的作品吗 啊 我记错书名了吗 大概本来不是这样的吧 虽说演出和表现手法还算像模像样 也不至于没法看 但总感觉有些原作没有的原创角色在抢劲啊 大概是出于制作方的考虑 想要尽可能的启用更多的演员吧 剧情展开也好奇怪 原作不是这样的吧 用半季讲完原作十四卷内容的话 肯定要砍掉很多内容吧 演员的演技艺 参演阵容里 好像基本上都是没有演员经验的模特 露比边翻书边质疑 精子则努力用自己业界经验回答着他的问题 在一系列回答之后 露比做出了最终的评价 这部剧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就连罗莉学姐的演技也比以前退步了很多 阿窥亚则将这番评价全部转述给了加奈 吵死了 你妹妹还说了这种话吗 那家伙给我死一死好吧 炸毛的加奈疯狂诅诅露比 结果被阿窥亚吐槽 还是老样子 嘴上不饶人 为了自己的名誉 加奈开始详细解释起了他演成这样的原因 演技能达到我这个水平的高中生 可是凤毛麟角的 这部电视剧是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想捧红的模特全塞进去 意图抓住花痴女性观众群体的企划 演技水平当然是次要的 但这么一来 作品就没法看了 所以才启用了以演技为卖点的我担任女主角 至于你们说我演技变差 那明明是在有一刻之好吧 跟我演对手戏的演员各顶各的土豆 主演当中还算有点演技的 只有我一个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在这群人里表演技 那他们不成土豆泥了 我也想拿出真本事啊 谁会乐意往插了眼 但是又不是说只要拿出超高演技 就能拍出好作品 这部剧从一开始就掺杂了太多制作方的小算盘 大概没希望成为有趣的作品了 开拍时原作老师来到拍摄现场的时候 那一脸失望的表情真的让人很难受 但无论是演员还是后台人员 每一个人都是在拼命努力的 所以为了观众和原作的粉丝 即使只有一点点也好 我也想让这部作品变得更好一点 至少也要让它成为能看的作品 为了这个 就算让我用别角的演技去演 我也愿意 加奈伤感的说着 当被阿奎亚问到这么演担不担心风平被害的时候 加奈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 对演员来说 最重要的是沟通能力 对于变得如此有协调性的加奈 阿奎亚感到十分意外 加奈则告诉阿奎亚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曾经的她总是自明得意的显摆演技 虽然这样真的能红 但却也贬低了别人 结果就是过了那个岁数 便再也接不到工作了 这样加奈察觉到了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必须具备 即使有演技胜过她的人存在 也依然能被启用的意义 于是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成了一个圆滑乖巧 能对作品的品质 做出贡献的实用演员 我和那位制作人的交情也不短了 这次也是因为这类理由才启用我的 不过我这张不会输给那帮模特的脸 也功劳不小吧 毕竟那个制作人可是个严控 加奈得意的自夸着 这样阿奎亚不禁在心里吐槽 是不是演员都要像这样自信爆棚 随后被告知了接下来的日程安排 由于下周就要播出的缘故 明天就摄影 摄影完成后立刻剪辑 然后马上送片 剧本唯独什么的跳过 粗略的扫两眼就行 接着就直接彩排摄影 加奈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挂着强装出来的尴尬笑容 阿奎亚则只言不讳的吐槽 这安排一听就是扑街企画 原来 阿奎亚扮演的角色十分不讨喜 因此原定的演员靠走关系退出了剧组 这才导致原拍摄计划变得一团糟 靠走后门拿到角色 剧本唯独也跳过 又是这个流程 记得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些 被你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吧 见阿奎亚聊起小时候的事 加奈又露出了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 自嘲也成了给别人开后门的肮脏大人 并表示自己已经可以理解当时导演的想法了 我会邀请阿奎亚的理由 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 不管别人在背后说什么都无所谓 就算被人说是别角演员也好 拜托了 请跟我一起创造出一部好作品吧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一起的话 就能够做到 加奈说着突然握住阿奎亚的手 满眼认真的看着她 阿奎亚似乎也被她的真诚打动 开始回家认真研究这部烂剧 听加奈介绍了详细情况后 阿奎亚发现这部剧虽然企划糟糕 演员稀烂 但不管是剧本还是分镜 都是配合着演员安排的 很多地方更是使用了即使演技差劲 也尽量拍的能看的技巧 如此优秀的后台人员班底 再加上女主角还是个干劲十足的实力派 哼 看起来大有可为呢 电视剧正式拍摄前要彩排几次 一般来说 开拍前剧组主演们会凑在一起进行剧本围读 同时排练一遍 然后导演和摄影指导在此基础上完善 并制作分镜脚本 到了现场还要先进行无摄像彩排 有摄像彩排和预演 之后才是正式上场 然而 今天这部剧因为拍摄场地只预约到一天的缘故 所以只能把所有彩排和预演合并成一次 这样阿奎亚直呼随便 就算是自家贫穷导演都不会这么敷衍 加奈也无奈地解释说 毕竟时间和预算都不够 就在此时 一个装腔作势的声音传来 哟 加奈将 今天的雨太大了点吧 我都想延期拍摄了 说话的人是饰演男主角的明奇梅尔特 他边俯弄自己的头发 边吐槽环境 即使加奈告诉他只有几个地方漏雨 关系不大 明奇梅尔特也没有停下抱怨 直言黏乎乎的空气让他很难受 而且湿气重会让头发变形 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边这个人就是今天的 呃 就是负责扮演跟踪狂的 加奈插开话题介绍阿奎亚 阿奎亚也礼貌地对明奇梅尔特进行自我介绍 却不料话还没说完 明奇梅尔特便先行离开 仅仅敷衍了一句请多指教 这人态度也太差了吧 连名字都不报 他叫明奇梅尔特 怎么说呢 因为太年轻了吧 一路顺风顺水就走红的人 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呃 好像我也不例外呢 这么说吧 某偶像事务所在这方面的教育就很严格 培养出来的人既有礼貌 有很多工作人员欢心 几乎没有不走红的 怎么说呢 艺人能经常得到启用 多少也有相应的理由吧 综上所述 打招呼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快去吧 加奈边说便将阿奎亚推向制作人迪木 阿奎亚也礼貌地对他打招呼 心里却在琢磨如何找机会悄悄回收他的DNA 那个人的意见会通过导演或摄像指导传达到拍摄现场 他跟模特事务所关系很硬 这次的演员选拔也基本上都是由他负责 总而言之 就是个颜值至上主义者 会启用阿奎亚也是这方面的缘故 虽然我也一样就是了 就在加奈介绍迪木制作人的时候 彩排开始了 阿奎亚所扮演的是纠缠女主角的跟踪狂角色 这样他不禁感叹 自己与跟踪狂这个身份的念缘 毕竟杀死爱的就是跟踪狂 伴随着导演的一生开始 演员们都进入了各自的表演状态 但由于屋顶漏雨的缘故拍摄暂停 工作人员开始临时调整拍摄方式 加奈则又趁机和阿奎亚聊了起来 你这不是能正常发挥演技吗 干嘛还说自己要以幕后为目标啊 这种程度只要经过练习 随便是谁都能做到吧 这样的水平顶多就是没有插进到妨碍别人 我自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魅力 阿奎亚知道 由马加奈之所以对她的演技印象深刻 是因为当时肉体与精神年龄的落差 所导致的抑制感 而到了年龄落差越来越小的现在 自己不过就是个随处可见的普通演员 于是告诉加奈 如果期待自己能展现出什么不得了的演技 那她只能表示抱歉 加奈则笑着表示自己确实对阿奎亚有所期待 但阿奎亚的表现并没有让她感到失望 因为从阿奎亚的表演中 可以看出她是个从未放弃努力的人 这是自己很喜欢的演技 该怎么说呢 各种不起眼的表演技巧都很用心 很细致地表现出来 或者说有种能够抹灭自己的个性 默默地支持着整个故事 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事情很可能无足轻重 甚至完全不会被注意到 除了我们这样常年从事演员工作的人以外 根本不会有什么人在乎也说不定 加奈越说越落寞 阿奎亚则立刻破坏掉伤感的气氛 吐槽自己完全不会顾虑这些奇怪的东西 因此加奈不用关心也可以 加奈却表示自己身为首席演员 当然要关心 毕竟这是她时隔十年以来 接到的第一个主演级重磅工作 要加倍努力 结果话刚说完便遭到了阿奎亚的暴击 这倒也是 最近都没看见你 我也在想你是不是还在当演员来着 顺着阿奎亚的吐槽 加奈聊起了自己沉浸的那段时间 因为一直接不到工作的缘故 网友都将加奈当成了过气演员 但即使如此 加奈依旧没有懈怠对演技的钻研 尽管有时自己都不知道在为什么而努力 隐退的念头也无数次浮现在心头 不过呀 看来我的实力终于得到认可了呢 说实话 熬到今天真的很辛苦 但我还是觉得能坚持到现在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说呢 就算你拿不出什么超级厉害的演技来 光是知道你会继续干这行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光是知道在这个前后都只有一片黑暗的世界 还有一个和我一起努力挣扎的家伙存在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加奈毫无保留地向阿窥亚分享着自己的欣喜 阿窥亚也没有多说什么扫兴的话 随后偷偷跑到吸烟处 准备回收三根迪木的烟头进行DNA检测 并听到了迪木和导演的如下对话 还不能开始拍摄吗 梅尔特接下来还拍了杂志摄影 马上了马上了 演员那边有马小姐会负责安抚 暂时没问题的 加奈江啊 就是这种地方好 用起来很省心 什么都不用管 因为她不管是谁都能上去摇尾示好 把她随随便便往那一放 就万事大吉了 有马家奈这个名号 姑且也有一定知名度 而且又是脱离了事务所的自由审 出涨费差不多相当于白送 光凭知名度就值得用了 还是挺有赚头的 所以说她总是啰嗦什么演技还挺麻烦的 这部电视剧说到底就是演员的宣传材料 根本不用什么演技 她看来还是搞不明白这点呢 迪木说完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脸上还挂着讽刺的笑 偷听到所有内容的阿库亚 则回想起了加奈笑着说 自己实力得到认可的样子 并在收集完烟头样本后 暗暗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不是压根没得到认可吗 这世道就是这样啊 有马加奈 得到不公正的评价才是常态 虽说样本已经到手了 我的目的达到了 但来都来了 干脆就闹个天翻地覆再回去吧 童星长大后会怎样 这位名叫有马加奈的天才童星 从小就被称赞生簇拥 然而 现在的她却在网上被嘲笑过气 尽管走红的时期在小学就结束了 但她仍然在业界狗言残喘地挣扎着 熬到现在才终于得到了 一直等待的主演级工作 无论如何 她都希望这能是一部好作品 为此哪怕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稻草 她也会抓紧不放 随着场地板的声音清脆地响起 摄像机开始了拍摄 带着重量感的空气填满了身边的空隙 仿佛一年的时间都浓缩在了这一刻 时间沉重而有力地流逝着 仿佛在质问着人生的意义 加奈很清楚自己参演的是一部相当糟糕的作品 主演没有任何演技可言 已经播放的四集内容令观众失望透顶 可以说已经被打上了烂作的烙印 但她觉得现在依旧为时不晚 因为即将拍摄的这一幕是原作中排得上号的名场面 也是她翻来覆去看过无数遍的最喜欢的剧情 男主角与跟踪狂的对决 不知爱为何物的少女第一次被别人守护 流着眼泪说出了名台词 即使如此光明也是存在的 每次读到漫画这一段的时候 加奈都会哭出来 她觉得这里只要好好配合男主角梅尔特的步调 合作表现出最好的演技就能表达出原作的感动 然而 你想的事情就是这样而已 你是笨蛋吗 我不会让你孤身一人的 梅尔特完全戴不动的糟糕演技击碎了加奈的幻想 还让她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怀疑 她不明白为什么演成这样导演还不暂停 不明白一部电视剧的演技为什么无关紧要到这个份上 就在此时 一阵脚踩水洼的声音游远极尽地传来 扮演跟踪狂的阿奎亚登场了 由于踩水的声音录进了麦克风 助理询问导演要不要喊停 导演则表示 录进来也好 因为她感受到了这段戏应有的氛围 二人交流之时 阿奎亚已经来到了加奈和梅尔特面前 并背着灯光念起了台词 这女人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她跟你这种轻浮的男人是绝对无法相容的 这女人和我是同类呀 一旦沐浴在阳光下 就会干涸枯萎 只适合待在阴暗的角落 阿奎亚的表现让加奈眼前一亮 毕竟彩排中她的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但正是拍摄的现场 却充满了感染力 原来阿奎亚很清楚自己并没有爱那样的才能 无法自然的吸引观众视线 演技也谈不上厉害 因此她在表演时会利用现场一切环境因素 比如小道具 摄像机 照明 以及其他演员 阿奎亚打算用这些小技巧变成爱那样的存在 事实证明她做的确实不错 此时的阿奎亚已经凑近梅尔特耳边 以麦克风录不到的音量 轻轻说了句剧本里不存在 与剧情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凑近一看 你这张脸真是丑得可以 不用电脑修图根本没法看 阿奎亚说完立刻挑衅地看向梅尔特 梅尔特也瞬间被其激怒 抓着阿奎亚的肩膀大喊 混账你刚刚说了什么 而这正是她接下来要说的台词 见梅尔特突然演技爆表 包括导演和加奈在内的工作人员都吓了一跳 就连梅尔特也为之一惊 似乎刚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说完了台词 阿奎亚则露出满意的笑容 继续表演了起来 你是没听见吗 我是在说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值得你守护 这个女孩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所以就算杀了我 我也要保护她 虽然阿奎亚的台词站位全都是自由发挥 但导演并没有喊停 而是专门为她调整灯光照明 因为现在的画面很有原作的味道 就连梅尔特的表演竟也开始渐入佳境 而这正是阿奎亚为尤玛加奈搭建的舞台 作为原作中的名场面 演出的意图 构图 剧情节奏全都是有意义的 阿奎亚一直都很擅长揣摩作者的意图 在她看来 只要能够正确解读名作 就能保证至少拿到及格分 这段剧情里最大的看点就是女主角的落泪 也就是光 而为了衬托出这一点光芒 阿奎亚必须要竭尽所能地扮演恋人惧怕 让人不快地黑暗 就像现在这样 像你这种人 是不会被任何人需要的 有点自知之明 过你该过的日子去吧 别做什么美梦了 这样下去根本没有任何好事 你的人生只有一片黑暗 阿奎亚凶恶地对加奈说这台词 内心则期待着 接下来拿出真本似的她 这是最后一步 只要加奈能顺利地哭出来 这一幕就足以感动所有人 而加奈自然也没有辜负阿奎亚的期待 以近乎完美还原原作的表演 完成了这段名场面 即便如此 光芒也是存在的 看到加奈完美的表现后 阿奎亚终于露出笑容 并想起这其实就是加奈的看家本事 就这样 原作名场面拍摄结束 抱歉 刚刚拳头好像真的打到你了 不小心用力过头了 梅尔特愧疚地向阿奎亚道歉 初次见面时的嚣张态度荡然无存 结果被阿奎亚告知 自己是故意被打中的 不用道歉也可以 刚才那一幕演得还不错嘛 果然演技这东西主要还是要看投入了多少感情 也多亏了这样 油麻也拿出真本事来了吧 阿奎亚的话令梅尔特愣在原地满脸问号 一旁的加奈也脸色飞红的呆呆站着 而此时的片场助理正对着导演抱怨阿奎亚太过乱来 完全不按计划演 以至于好多地方需要后期调整 导演却表示这样也不错 这一幕的质量应该有所保证 加奈也会因此高兴 还说在儿童演员较多的片场 边重写脚本边拍摄很正常 和年轻人打交道会出现意外情况是可以预见的 终于 最后一幕的拍摄开始 这是女主角陷入情网时的一个表情 做好准备的加奈看向阿奎亚 只一瞬间便完美复刻出了漫画中的这一幕 这位躺在地上睡觉的女漫画家 就是金田的作者吉祥斯赖子 此时她的两名助手正巧来上班 并告诉她睡觉的话要到床上去 不然对腰不好 吉祥斯赖子则疲惫地表示 在床上的话会瞬间睡熟 而在地板上睡四个小时就能醒 还是地板更划算 结果被助手吐槽 这个生活小妙招过于不健康 就这样 今天的漫画工作开始了 给助手安排完任务后 吉祥斯赖子打开电脑 准备追今天的金田大结局 两名助手则都对此深感意外 因为他们只看了开头就放弃了 眼镜助手直言 一想到吉祥斯老师 呕心力学的作品 被人敷衍了事地拍成烂剧 就会觉得很不甘心 还告诉吉祥斯赖子 不用勉强自己看下去 吉祥斯赖子则苦笑着表示 这种事一开始就知道了 毕竟是已经完结的作品 谁也不指望影视化会带来什么增长效应 光是能被看上就谢天谢地了 即使是原作者 也完全没有立场抱怨什么 大部分有动画画 影视化经验的漫画家们 都会告诉同行 别抱有过度期待 不管是哪位漫画家 一开始都是天真的抱有 能拍成这样就好了 能拍成那样就太棒了之类的妄想 可到拍完的时候 每个人都只剩下一脸沮丧的表情了 所谓影视化就是这样 吉祥斯赖子边看最后一集 边和助手聊天 但在看到漫画名场面剧情的时候 突然不再说话 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中的画面 并与佳奈所扮演的女主角 同时流下眼泪 助手好奇地询问她怎么了 吉祥斯赖子则擦了擦眼泪 满脸幸福地感叹 自己现在觉得接受影视化真是太好了 事实证明 剧版今天的大结局十分成功 受到感动的不仅是原作者 还有广大原作粉丝 虽然今天大结局没能成为热门话题 但还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得到了热烈的称赞 大家都感叹 这集是真正的今天 互相按理说只看这集就可以 一些没看过原作的观众也对漫画产生了兴趣 有马加奈的演技更是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可 大结局放送结束后 今天剧组的庆功宴开始了 见参演者如此之多 阿奎亚不仅感叹 这次的工作原来和不少人都有关联 加奈子告诉她演员的表演就是建立在许多人的工作之上 而且不仅要做出成果 也要注意避免绯闻 随后红着脸询问阿奎亚有没有女朋友 被告知没有后立刻露出了玩味的表情 而此时原作者吉祥斯赖子正巧来到了二人身后 并微笑着对加奈致以诚恳的感谢 说这部作品全都是靠她精湛的演技才支撑起来 特别是最后一集 当然 她觉得如果能早点拍出这种感觉就更好了 得到原作者肯定的加奈 眼角低下了感动的泪珠 一旁的阿奎亚也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就在此时 制作人迪木突然向阿奎亚搭话 客套的表示最终回大受好评 虽然这部剧在收益方面很难说有什么成就 但给阿奎亚这种有才能的年轻人提供机会 也算是目的之一 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算是达成了 而现在的阿奎亚对迪木已经失去了兴趣 因为她已经得到了DNA检测结果 自己和这个男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就在阿奎亚觉得自己某种意义上算是安心了的时候 迪木再次让她心头一惊 说起来我记得你是美婆肉的来着 总觉得你和爱长得有那么点像呢 迪木仔细地观察着阿奎亚的脸 阿奎亚见证立刻扭过头去说了句是这样吗 随后被迪木告知 她很多次近距离观看爱的脸绝对不会有错 听到近距离三个字的阿奎亚瞬间黑脸 询问迪木过去和爱是什么关系 迪木也如实相告 说自己以某次史上杂志模特介绍为契机 和爱一起工作过 从那以后她不仅给爱介绍过工作 在其他方面也没少关照她 比如介绍靠谱的合作方 甚至就连爱瞒着事务所 偷偷和男孩子约会的店家都是自己介绍的 这一重要情报让阿奎亚精神了起来 那您知道她是和谁见面吗 阿奎亚的问题让迪木十分惊讶 反问她为什么对已故之人的八卦感兴趣 难道是爱的粉丝 阿奎亚也大方承认 于是迪木提出自己可以告诉她这些 但有个交换条件 你的脸和爱很像 无疑算是个美少年 如果能好好利用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走红 所以 你对恋爱真人秀节目有没有兴趣 参演今天后不久 阿奎亚和露比正式入学阳东高中 在入学典礼结束后 身为前辈的尤玛加奈叫住了兄妹二人 并开始给他们介绍这所演艺高中 恭喜入学阿 阿奎亚露比 这所阳东高中除了上课的日程比较好通融之外 和普通高中并没有太大区别 要是挂科或者出席日数不够的话 也是会正常留集的 课程内容当然也没有什么区别 而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所学校最独特的地方 那边路过的男生是演员 那边两个女生是最大牌的偶像团体成员 那边那个胸特别大的女孩是平面模特 然后那边是声优 主播 时尚杂志模特和歌手 坐在场椅上的是歌舞纪演员和女演员 大家都是艺人 这里是全日本被观看一方人最多的高中 欢迎你们哦后辈 欢迎来到演艺圈 高中生活的第一天 露比感到十分紧张 为平复他的情绪 身为前辈的加奈告诉露比 这里既不是培训机构 也不是摄影棚 只是普通的学校而已 所以和平常一样就好 就这样 露比轻轻推开自己班级的门 并瞬间打开眼界 他本以为演艺科或许没什么大不了 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教室里往左一看全是帅哥 想又一丑尽是美女 这显然和露比的初衷完全不一样 但即使如此 露比也依然很自信 因为他继承了妈妈爱的优秀基因 论言之 不会输给任何人 就在露比自信 绝不会被同学气势压倒的时候 一个令其完败的画面映入眼帘 那是旁边女生的胸部 露比目不转睛地盯着 被女生发现后立刻道歉 女生则笑着称赞露比 长得漂亮 感慨演艺科果然很厉害 而此时的露比依然深陷于震撼之中 并猜出了女生的工作 模特 这位令露比甘拜下风的女生 名叫瘦美奈美 是名写真偶像 得知此时的露比立刻掏出手机 搜索照片 还边看边说好色色 这样奈美颇为尴尬 还吐槽露比当面翻看 有点灭绝人性 感觉奈美说话带着些关心强的露比 说自己是第一次在现实里听到这种口音 还问奈美是不是大板人 结果被奈美告知 她出生在神奈川 这么说话只是觉得好玩 就这样 二人成了好朋友 露比还将奈美介绍给了阿库亚 并询问阿库亚有没有交到朋友 对此 阿库亚的回答是 我又不是为了交朋友才来上学的 见阿库亚满脸阴沉的回避问题 露比立刻意识到了她的状况 并当即道歉说 自己不应该问这么心酸的问题 也不会继续逼问 在班上过得怎么样 这番话让阿库亚当即破防 不是 能聊天的对象我还是有的好吧 男生是不会一上来 就互相认定为朋友的 再说了 普通哥和你们那边不一样 是初高中一贯制 人际关系圈已经基本定型了 要深入到朋友关系是需要时间的 我才没有入学瞬间就落单 听明白了吗 阿库亚喋喋喋不休地解释着 短短几分钟内说的话 比以往一周都多 以至于露比不禁吐槽 老哥突然学会了饶舌 还十分同情地拜托奈美和阿库亚做朋友 奈美自然也是欣然应运 但这一云朋友行为 却遭到了阿库亚的吐槽 阿库亚让露比少管她的事 多操心一下自己 毕竟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奈美也说 一想到周围都是专业人士 就不由自主紧张起来 露比则满脸轻松地安抚奈美 说这里既不是培训机构 也不是摄影棚 只是普通的学校而已 和平时一样就好 听闻此言的奈美满眼钦佩地看向露比 知道这都是加奈原化的阿库亚 则有些无力吐槽 随后表示 从入学典礼上来看 虽然相貌端正的人很多 但也确实没什么出名的 因此确实没必要太紧张 露比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因为她班上真的有一个超级厉害的人 不知火福利路 那是露比班级准备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不知火福利路因为上午有节目宣传直播的缘故 迟到了一会儿 没能参加开学典礼 她进门的一瞬间 整个班级几乎都惊呆了 就连露比也是如此 这位长了一张逐渐理解一切脸的女生通过九点档电视剧走红 不仅演技不俗 唱跳能力也十分出众 她的名字在这个时代基本算是美少女的代名词 将其称为自己本命推的露比滔滔不绝地给阿窥亚介绍着 阿窥亚则对妹妹的狂热颇感意外 还不爽地哼了一声 强调自己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她的本命推 无论是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 都只有爱一个人 要 要说的话 我当然也是这样了 但是一码归一码嘛 啊 你看她本人 就在那边 露比一边解释一边指向不知火福利路的方向 并当即荡扬了起来 见此前景的阿窥亚不免有些担心 毕竟福利路和露比的关系 首先是同班同学 露比如果一直是普通粉丝的心态 就太奇怪了 经过一番短暂的考虑过后 阿窥亚走到了福利路面前 你好 不知火同学 火妹妹和你是一个班上的 可以的话 请和她好好相处吧 阿窥亚礼貌地对福利路打招呼 福利路也立刻认出 她曾出演过今天 这样阿窥亚颇为意外 毕竟那只是一部小众剧的小角色 福利路则表示 业界都在说这部剧 所以自己就看了 还夸阿窥亚表现得很棒 随后又看向奈美 说自己在中年跳跳杂志的封面上看过她 并准确叫出了奈美的全名 这令奈美颇为开心 露比则一脸惊讶地 在心里感叹 不知火竟然认识他们两个 就在此时 不知火向露比大话了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眼下我还没有在工作 这样啊 那个 加油 虽然不知火没有任何恶意 但这次尴尬的对话 还是让露比大受打击 放学后立刻跑回事务所 对精子哭诉了起来 精子A梦 快点让我也当上偶像啦 只要下去的话 人家会被排挤的 肯定会被人说是没有正经工作 混进来凑热闹的麻烦普通人的 面对可怜巴巴的露比 精子很想帮忙 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告诉露比 这不是着急就能完成的事 成立偶像团体 既要准备相应的正规手续 又要脚踏实地地挖掘人才 可爱的女孩子 没有那么容易就找得到 符合条件的 有基本上全都被大牌团体的 选拔渠道垄断 说到这里 露比立刻推荐好友 瘦美奈美 还专门抢调 她身材很好 精子则表示 不能抢其他事务所的签约艺人 就在此时 阿窥亚提出了一个人选 既没有合约在身 又有知名度 工作牌的也没有那么满 而且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 不是有一个吗 在精子和露比 未有向团体招不到人而困扰的时候 阿窥亚向他们推荐了一个人选 由马加奈 露比也因此开始审视这位裸丽前辈 与偶像这一身份的契合度 精心保养的柔韧秀发 还未完全脱离志气的童眼 天然呆的角色属性 确实没错 根据本人常年追逐偶像的经验 这样的女孩子在众多偶像宅中超受欢迎 露比激动地阐述着自己的审视结果 阿窥亚则吐槽 她的分析主缘点和内容很讨人嫌 并表示既然看起来能火 那至少要亲自开口去邀请加奈 但露比却对此有些犹豫 称自己和加奈有一言难尽的孽缘 加奈对她总是莫名其妙的态度恶劣 那还不是因为你总是小苏打小苏打的 总之 我先帮你把她约出来 你试着跟她谈谈再说吧 如果这样了 还是无法好好相处 那到时候再放弃也无所谓 兄妹俩讨论这些的时候 加奈正坐在教室搜索金田的评价 看到有人称赞自己演技后满脸欢喜 随后又看到了有关阿窥亚的评论 网友说阿窥亚扮演的跟踪狂虽然超级恶心 但仔细一看却颜值爆表 让人心情复杂 因为这条评论而想起阿窥亚的加奈同样也是心情复杂 就在这时 阿窥亚的消息传来 说自己有重要的事要说 问加奈放学后有没有时间 收到信息的加奈满脸通红 答应放学见面后立刻跑去梳妆 并暗暗憧憬着所谓重要知识 是自己想的那样 就在加奈满怀期待赴约的时候 露比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等你好久了 来得好慢啊 哎 你给我等一辈子吧 失望到变形的加奈质问阿窥亚 为什么露比也在 得知就是露比要找自己后 更是没好气的坐在长椅上玩起了手机 还说自己没那么闲 有事的话麻烦在20秒之内说完 其露骨的不耐烦态度让露比十分不爽 老哥 要是我现在问他要不要来当偶像的话 那不就是等于再说 他的可爱程度已经达到偶像级了吗 超让人不爽的好吧 对于露比莫名其妙的竞争心 阿窥亚表示难以理解 告诉他现在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如果想尽快开始偶像活动 就拿出应有的态度邀请加奈 露比也终于不再闹别扭 来到了加奈面前 有马加奈小姐 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当偶像呢 哈 偶像 放不定的说什么呢 梅婆肉正在准备着手 进行一个组建新偶像团体的喜化 现在需要物色团队成员 听说有马小姐现在没有合约在身 说直白点就是挖角 露比的邀请令加奈甚为惊讶 确认他没有开玩笑后 提出自己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 加奈其实很清楚 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如果现在作为偶像开始活动的话 就是失去属于年轻演员的那部分工作 必须以迭代速度极快的偶像工作为主 如果作为偶像不能出人头地的话 更是会同时失去两边的工作 从职业生涯角度考虑 风险实在太大 然而 加奈从星野露比身上感受到了某种特质 那是能让他联想到天才偶像爱的特质 尽管加奈过去只有一次和爱共事的经历 但他很清楚爱有真东西存在 他注定会走红 也真的成功走红了 艺人的嗅觉告诉加奈 露比身上也存在这类可能性 然而 梅普肉并不是什么大牌事务所 新企划也没有什么实际可言 并且加奈也不觉得自己可爱到能作为偶像走红的程度 确定自己还没蠢到将前途压在这种无谋赌注上后 加奈决定拒绝露比 但刚说出抱歉 便看到了单膝跪地的阿窥亚 拜托了 有马加奈 请和我妹妹一起当偶像吧 可是 我又没有可爱到那份上 不 你有 你很可爱吧 我也不是脑子进水了才邀请你当偶像的 跟那些寻常偶像比起来 有马可爱多了 我觉得放心将重要的妹妹托付给你 哎 可是 拜托了 请你去当偶像吧 做 做不到 求你了 人家才不干了 我是因为信赖有马 才会拜托你的 够了 不管你说多少次 不行就是不行了 人家绝对不会干的 就这样 有马加奈 签约加入梅普肉 精子和露比 纷纷表示欢迎 并为她加油 加奈却画风扭曲地吐槽 自己为什么每次都很理智地干傻事 对于加奈的加入 精子直言意外 还问阿奎亚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 阿奎亚则淡定地表示 自己只是看人下才敌 有马加奈这个人 共情能力很强 抗压能力较弱 因此只要用眼泪攻势 或者态度强势点的软磨硬泡就会奏效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听闻前的精子警告阿奎亚 总干这种事会栽跟头 提醒她走夜路最好小心点 阿奎亚则表示 自己并不觉得有做什么坏事 至少她没有说谎 而此时的加奈正拼命说服着自己 算了 反正前天才同心什么的 到了今天就只是个毫无意义的头衔而已 无非就是变成了前天才同心偶像罢了 反正不管怎么想 要红还是需要来点别的强行针 再说了 如果能跟那家伙在同一个事务所 跟她一起工作的机会也会增加吧 她身上想必也有值得我学习的技术 话说 阿奎亚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 加奈再次自然而然的将话题引向阿奎亚 却不了露比突然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就在加奈为此好奇的时候 露比给她播放了 阿奎亚现在正参加的工作内容 一个恋爱真人秀 阿奎亚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 阿奎亚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 阿奎亚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 阿奎亚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